欢迎回到娃娃厨房 今天分享五香下卷 可以开始之前 记得到频道上点击订阅 以及打开下面小铃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阿姨要分享一个 霞冲茧 这个霞冲茧 用到的是这个腐竹 腐竹皮 腐竹皮 这个是没有咸味的腐竹皮分 有吗 如果你们去买的时候 你们跟老板说 不要有咸味的 我们直接剪了就可以拿来包啦 还有这里所有的材料给我们看一下 材料呢 这里有400克的五花肉 就是奔肥烧啊 五花肉啊 还有300克的马皮 300克的这个煎虾 还有200克的洋葱 我们现在呢 先来剪这一个腐竹皮 好 阿姨来剪啊 好的 也可以 好 好 我把它口推开 加入一口车 把鱼把锅进去 藏起来 炒鱼 味道 您鹅 それ以后 我继续拌出来 品质 调底 朋友们 你们看这里哦 是折 折了呢 你们看它这里有一条线 半中间有没有 我们就用这条线来剪 朋友们我们用这里剪刀后面 我们就拉它 这样子 好像刀子这样挂 这里也是一条线 你们来我们点击啊 这个胡植皮要慢慢的 你们看一下 你们来看一下 它中间也是有条线 我也是这样子跟它剪出来 这一边呢我们点中间 大概是五到六寸啊 点中间 那我们就两片了哦 这个也是一样啊 长心啊 那你们你们看 我们用长一点 到时候我们剪起来呢 它就比较 比较结实啊 比较多哦 好 现在阿姨把它总部这样的处理好 我们去处理这些马迪 虾还有这个五花肉 朋友们现在我们在处理这些虾啊 这些虾呢我们拌了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长纸给拿出来 朋友们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子把它处理干净 这些小壳呢 阿姨都会拿来做有机肥啊 朋友们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子处理完 还有切马蹄 切洋葱 我们才来 放调味啊 好 我们都是这样子处理完 等一下阿姨派给你们看 我 screwed 我们都ica好了 我们没可以 我们都改行 打理完 我要 打理完 打理完 我们对 大 我 不是 我 你 我想 我 是 我 我 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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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让阿姨放这个碗皮 还有半条的红萝卜 这个洋葱 盐和糖 少许的胡椒粉 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五香粉不要太多 它的味道很重 阿姨现在要去把洗干净的手 才拿来搅啊 阿姨已经把手洗干净了 现在阿姨要放这个 地鼠鼠粉啊 朋友们 2 2 3 还有鸡蛋 1 2 2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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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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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Auntie一杯一个蛋 是要用来粘这个 它的皮啊 粘这个小猪皮 看你们啊 人多就做多咯 人少就做少咯 我们搅到它有面性啊 这一个虾卷啊 以前Auntie和Auntie年轻的时候 去住人家那个Auntie 老阿嬷 老阿嬷不见人的 他去住他的房子的时候 他每年过节啊 我们没有回家乡 他们是不见人 他都会做这个给我们吃 所以到现在Auntie也很怀念啊 不见人都会做这一道的 这个是小猪肉的 这个是小猪肉的 好 还是Auntie再挑进一两次 再包给大家看 好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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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是非常的长啊 如果朋友们喜欢吃这个胡植皮多一点呢 就用整脏哦 如果喜欢 不要这样做胡植皮 也可以把它中间剪一半 我们自己喜欢啦 这里要很厉害炒一点鸡蛋 要大样小朋友们自己喜欢啊 这个 小春皮啊 小春节 这个啊它可以有两种吃法 朋友们你们可以正熟了 直接吃 或者是正熟了 拿去炸 也可以正熟了放在冰厨大概是五天 如果你们有时候 有节日可以一天准备好 做好了正熟了放在冰箱也是 可以瘦着来慢慢吃啊 大哥有拍得到给朋友们看吗 人多就做多人少就做少哦 朋友们 把鸡蛋放在旁边 然后就会粘着哦 把鸡蛋放在旁边 然后就会粘着哦 这边里面呢 阿姨放了一张那种 做鸡蛋跟鸡蛋啊 然后鸡蛋啊 我们拿去蒸的时候它才会粘着 然后你们记得买这个胡椒皮呢是没有咸味的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布骂啊 如果咸的话我们要用布来骂 而且有时候是买到非常的咸的 所以阿姨比较喜欢买没有咸味的 朋友们 你们看一下这里破洞了吗 我们就用这里哦 这里没有破洞我们用这里 我们把它剪上来了之后我们就做我们喜欢的形状哦 我们把它剪上来了之后我们就做我们喜欢的形状哦 这里呢大概要蒸 做好了呢我们拿去 水滚放假计蒸一个15分钟 蒸熟之后我们拿来炸来吃 如果不要炸的话也可以收在冰箱下次才炸来吃也可以 也行 放一坨 煎湯 炸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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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可以放多一条 好 我们做完了拿去蒸咯 朋友们 现在Auntie爆一条 这个胡植皮长一点的给你们看 如果朋友们喜欢吃有多胡植皮的就可以包肠 切一块 用吃的 切一块 一块 切一块 一块 煮一块 这个是比较长的腐竹 看你们自己喜欢吗 这里抱完一共有16条 这个是长的 如果我们看到这里有破洞 我们就把它 反方向 这里破了啊 我们就退过去一点点 这里破了倒不倒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 这边没有破的地方 以前我的屋主婆 那个阿姬 也是用这种材料做给我们吃 非常的好吃 而且他没有放青葱的 他只是放洋葱 所以阿姨也学他了 好 我把所有的做完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去蒸呢 水滚了 我们调一个15分钟 我们调一个15分钟 好了 我们给它等了才可以煎啊 如果这个时候呢 朋友们要等到等了 收在冰厨放double way 也是可以留着有空来吃也是好啊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已经蒸熟了的 还有这一些呢 你们看还没有蒸熟 现在阿姨要把它蒸熟啊 朋友们 这一些阿姨要收着改天才吃 还有一些阿姨要蒸熟了 我炸给你们看 这个阿不要收太久 朋友们 最多是可以收15天啊 不要两个星期 味道没有再好吃了哦 你也可以记住啊 我就把水滚而已 你可以给大家吃 我用了一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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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它帮 pani 可以拖着 我了 我们就 T cellsand 我 j into the 好 烹用鱼术 我们放一点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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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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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bstar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油呢 朋友们不要太热啊 有热就好 如果我们朋友们不要瘦的话 不要正来瘦 直接卷好了 那个肉生生的话 也是可以拿去炸啊 如果要像这样的瘦一点上来 就必须要正熟啊 阿哥 我们再一点来吃啊 好 是我最喜欢的 看什么来的 这样我慢慢给它炸朋友们啊 好 鸡蛋 好,我们可以吃了 嗨,大家好啊,Uncle又来吃Auntie做的霞春剪 现在我来试试吃先 我也要吃啊 我要吃就坐下 等一下,我们去远远的门摊 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馅料是这样啊 现在呢,Uncle开始来吃 这个霞卷啊,如果朋友们不要瘦的话 就是直接卷了,直接放入去炸也是可以 如果要瘦一点上来,就像Auntie这样子 一定要震熟 给它冷,放AA,放在冰格上面结冰的地方 好,几天后来吃 拿去炸一下就可以了 嗯,Uncle吃这个最重要是这个 这个是麻鲜的馅料 这个是麻鲜的馅料 S-O-S-T-E的馅料 然后你看 这个是麻鲜的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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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哇,想要吃点吃点味的 你想要点不来干的 要辣椒好酸嘛 这有炸的,就要点一点辣椒才好吃 吃了点,不用点肥啊 好吃哦 很甜哦 这道虾卷啊 这道虾卷啊 Auntie是从年轻的时候 跟Uncle两个在厕坡中宫啊 有一个啦 也有一个阿晋 我们住在他的房子 那个阿晋呢 每一年过节 每一年过节 过中庆啊 或者是五到五节 他都会做这个春卷 给我们吃哦 非常的感恩 现在我们会怀念他的春卷啊 所以想要做这个春卷来吃啊 嗯,嗯 所以我们很怀念他 那阿晋每天老了 很久也没有看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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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今天我们就做来吃了 好吃哦,很甜哦 甜甜 这个阿晋是附近的呢 大家的朋友们 他做这个小卷呢 他也是没有放这个 葱段 他只是放洋葱 好吃哦 这很甜耶 哇 甜甜的好吃哦 这个海嫂很好吃哦 阿晋想每天要减肥啊 人家又吃炸的食物 哈哈哈 不是 可是你们 阿晋和叔叔 在这里感谢你们的 分享 订阅支持 有你们我们的频道才会 不断的在增加 真的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欢迎玩 影片就分享到这里结束啦 想要看更多关于妈妈厨房 视频机的继续游软 订阅妈妈厨房 我们下个影片见 See you